漢字它一共有八個基本筆畫 橫竖撇納勾條折點 在橫裡邊有長橫有短橫 這個長橫的 首先寫橫竖入筆 有人說要逆封入筆回封收筆 入筆的時候向右上方微微傾斜 注意它筆畫的輕重變化 注意到收筆的痕跡的圓滿 它與水平線形成了一個 向右上方傾斜的一個夾角 起筆的角度千萬不要過於堅力 要厚重 下面看有一個微微的向下彎曲的一個弧度 上面也有一個微微向上彎曲的弧度 最後起筆重收筆重 用長橫組成一個字 比如說最常見的 十起筆 數入筆 注意向右上方微微傾斜 輕重變化 收筆 數在筆畫的正中間 頓筆而收 就是說從上下出頭來講 上面出頭略短 下面出頭略長 就像人的身材一樣 下肢比例要稍微長一點 以長橫作為基礎筆畫的 還有啊 上啊下呀 山呀等等 照額 我白岑 紅的 商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